都不敢表白 与哥哥不同的是 珍妮认为完美的人生应该随心所欲 自由洒脱 比如做女生们的老大 比如退到全校最帅的男生 而作为欢乐谷最忠实的观众之一 大卫熟知剧中的所有细节 他非常期待晚上知识竞赛的到来 可珍妮并不知道大卫的安排 他约了学校的帅哥一起看电视音乐会 这导致兄妹俩在争抢中摔坏了电视的遥控器 但就在两人发愁时 门铃突然响起 一个年迈的电视修理工出现在他们的屋前 莫名的巧合让两人感到惊讶 而修理工在得知大卫要观看欢乐谷后 便询问了大卫一些有关欢乐谷的细节问题 眼看大卫对答如流 修理工随即将一个造型奇特的遥控器送给了大卫 在修理工离开后 大卫打开了电视 可珍妮为了看音乐会 又再次与大卫争抢了起来 此时欢乐谷家庭中的巴德与玛丽兄妹俩 也正为一本书的所有权争吵 可不知为何 大卫与珍妮竟然被吸入电视 来到了欢乐谷的黑白世界中 正当两人不知所措时 电视突然亮起 修理工再次出现 兄妹俩这才明白 他们已经成为了电视中的角色 而两人抱怨的口吻也惹恼了修理工 他决定将两人放在这里一段时间 用意反省他们的态度 惊魂未定的兄妹俩则很快发现 他们真的成为了两个50年代款式的青少年 在这个完美的家庭中 父亲乔治慈爱威严 母亲被定以家务全能 可珍妮一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约到手的帅哥不翼而飞 便深感绝望 幸好去中 身为篮球队长的马丁恰好出现 他英俊的容貌 以及灿烂的笑容 立刻引起了珍妮的兴趣 珍妮随即便与大卫前往了校园 而按照剧情的评论